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股论金 我是老班 比特币出现重大危机 这是这两天的大新闻 比特币掉破了这个头肩顶的颈线 掉到下方去了 现在仍然是在这个下方 所以这是比特币的一大危机 我本来昨天呢是应该做视频的 甚至还要做个会员视频 但是呢我昨天好忙得要死 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刚从放假回来 所以我们公司有很多活要干 然后呢昨天我就一直在干 我晚上也在干活 昨天晚上 所以我就没时间做这个视频 那现在呢就偷得半日闲 我就跟大家上来说一下 现在比特币的状况 老师说比特币现在的状况 非常的不妙 因为调阔这个大型头肩顶的顶线 然后我就割肉了 老潘把所有的东西都割了 好开个玩笑 大家注意了 刚才说的话是开玩笑 怎么可能割肉呢 老潘是谁 怎么可能割肉 我甚至我不仅没割肉 而且我全仓买入比特币 我刚做了个会员视频 跟大家说了这个我买入的这个 比特币的这个几个重大信号 然后想知道这些信号的朋友呢 可以去参加我们的会员频道 因为呢里面有老潘这个技术分析 这个抄底的重要内容 所以呢不能在这个公众频道里面随便说 在这里面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几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信号 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 如果经常看我的视频的话 也比较熟悉的信号 一个是这个RSI RSI的这条 下降的压力线 之前是压力线 后来突破了以后呢 变成支撑线 在非常少数的情况下 当这个RSI 突破了这条线往上走以后 有非常少的情况 它会重新的掉到这条线的下方 然后 很多人会在这种情况下放弃 但是 多头或者说很多装甲 经常会在这个时候出手 这也是老潘最喜欢的一个买入信号之一 然后这个信号 目前为止呢 我曾经在我以前的公众视频里面说过很多次 但是这段时间来说 基本上很少出现这个信号 所以我最近几个月都没有提这个信号 但是这是几个月以来 比特币第一次出现这种信号 就是突破了以后 再次掉回这条线的下方 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经常是多头狙击空头的时候 所以呢 这是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信号 就是这仍然是一个底背离 比特币的底背离仍然在继续 就是价格在往下走 RSI呢 再往上走 这个仍然在继续 而且就算多头能够把RSI压到这个点下方 这个底背离不再成立 但是呢 RSI仍然是在超级超卖状态 如果它打到之前这个低点的下方 那就是到达30以下 RSI 比特币的RSI在30以下 是绝对超卖状态 那是绝对的买入时机 所以现在不论怎么看 比特币的RSI都显示 这是一个该买入的时候 第三个 是这个BMX Funding Index 一直是负数 我一直认为的就是 你在这个BMX Funding Index 在负数的时候呢 去慢慢的买入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好 这是跟大家稍微说一下 这个几个比较重要的信号 当然这信号 你可以觉得是 他们跟这个 这几个信号 如果跟这个头肩顶比起来 是吧 大家认为头肩顶的威力比较大 那你可以卖出 但是呢 我的信号告诉我 现在该买入了 我在会员频道里面 列出了八大信号 在这儿我只能跟大家说几个最常见的信号 有兴趣朋友呢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会员频道 这是我们这个技术分析会员课程的其中一课 然后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市场的基本面 就是比特币的基本面 比特币跟加密货币 他们的基本面 我在上两次视频里面也强调过 比特币这几年的基本面 就是上一年跟去年跟今年是最好的 历史上最好的 可以说没有比这个历史上 比特币从基本面 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那么多机构在布局 然后呢 然后这个DeFi还有NFT的应用 都在不断的扩展 NFT的市场 它的流动性 从2020年初的几百个Million 就是他们这个买卖跟卖出的那个流动 年初的时候 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呢 只有200个Billion 200个Million 然后到这个 到20上一年年末的时候 2021年年末的时候 就已经达到了 刚才说是2021年年初 然后到2021年年末的时候 就已经到达10多个Billion 好像是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个加密货币的发展 有多么的迅猛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基本面极度好的情况下 比特币在回调 那是在什么状况呢 那是机会 我刚才我在之前视频里面说过了 假设比特币现在进入熊市 那是 应该说是你梦寐以求的这个机会 它如果能掉到这个 4万美元以下 或者是到达这个3万美元 甚至是比3万美元还低的价格 是很多人的Wet Dream 就是这个 黏乎乎的梦 这个很多人的这个美梦 所以呢 现在比特币能否打下去 仍然是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机构呢 他们 有些在打压这个价格 有些呢 在慢慢的悄悄的买入 然后呢 大家去看一下比特币的现在的链上数据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这个 这个比特币的回调这段时间 就是这个 普通的散户在出逃 都在卖 然后机构呢 都在买 这是什么状况 就是机构还有金鱼 都在光光的买入 昨天比特币掉破这个颈线的时候 有一个金鱼一下子购买了5000个比特币 总而言之呢 就像这个机构在给这个韭菜 这个接盘一样 大家想一想这个逻辑对不对 一般来说是这个机构都是这个割韭菜的 然后民众是去接盘的 然后现在正好相反 就是这个 民众呢 在出逃 然后机构呢 在接盘 大家想想 这逻辑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 老潘就 这个根据我的八大信号 我就坚决的去抄底了 而且是抄而且是抄的一干二净 就是我除了抄的底裤都没那种状况 就是我所有能拿出来的现金 我全部都拿出来了 就一点都不剩 在接下来呢 就只剩下我做DeFi的时候 每天产出的那些一点钱 可以去做做定投 其他就没有现金了 那被套住了怎么办呢 如果被套住了 我就会把我这个 短期仓位变成长期仓位 这是我在会员频道里面说的 也就是说呢 我现在全仓买入的比特币 我要拿去做这个 这个长期仓位 作为长期投资 然后呢 当然这并非投资建议 这只是我个人行为 大家如果根据我的信号去买入的话 必须后果自负 因为比特币确实是掉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 一个头尖顶的形态 掉破之后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谁都不知道 也许它真的会打到三万美元 甚至到两万多美元 但是呢我不管 我就是要去抄 因为我的信号告诉我 你现在该抄了 所以我就抄了 如果抄错了 那我就把它变成长期投资 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相信这个比特币的基本面 相信这个区块链的基本面 而且我也不等着钱用 我也不到了 这个还没到这个 买了这个比特币 就接不开锅接不开锅的这个境地 所以这点要强调一下 大家不要用自己什么结婚的钱 或者买房的钱 或者说生孩子的钱等等 是吧 一些重要的这个这个生活资金拿来这个买加密货币 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因为我们人到底是要生活的 如果你连面包都没有 谈什么抄底 连老婆都跑了 那怎么抄底 当然 当然我这个使用 所以我现在能动用的资金 基本上也都是我这个我也没跟我老婆商量 大家小声一点 我就是把我手上能动用的这个拿来炒币炒股的资金全部动用 好 那这就是比特币现在的状况 是吧 比特币的走势确实不咋地 上面两个双顶 然后这有个头肩顶 所以呢走的确实不咋地 但是呢我也有信号告诉我就是现在该买入 所以我就买入了是吧 那有些朋友就来问我就是 老婆如果他要是掉到三万美元呢 要掉到两万美元呢 你不怕被套住吗 套就套嘛 是吧 所谓这个 跟这个机构抢筹码 是吧 抢筹码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舍不着老婆套不着流氓 是吧 呃 如果你 这个 因为怕跟老婆吵架是吧 而不敢去投入 那将来等比特币机构开始拉盘的时候 呃 你拿什么去这个跟机构抗衡是吧 你就永远只能做韭菜 所以呢 老潘即使要面对这个巨大的来自媳妇的压力 是吧 我还是勇敢的去把头伸出去套 是吧 你来套我吧 来套我 是吧 我就是要跟机构抢筹码 是吧 呃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吧 就该有了一点冲动 我们老潘虽然年纪大的 但是我们仍然有一颗年轻的心 所以呢 我们鼓足了勇气去跟这个这个机构抢筹码啊 其他的山寨币 很多都在跌啊 只有几个比较硬的 像这个ftn 我们刚才又冲到了这个接近三块钱这个地方 非常的硬气 是吧 但是现在呢 可能也不是大家买入的良好时机 因为比特币现在的下降可能还没有结束 是吧 所以呢 现在贸然买入很多山寨币 很有可能会损失比较惨重 但是呢 有一些比较有用的山寨币 比方说这个以太坊 还有这个Curve 或者是那些比较好的公链币是吧 现在买入实际上是一个不错的抄底时机 像那个DOT还有KSM 要去做仲带的话 那现在是绝佳的时机 好 那其他山寨币我们就不多说了 是吧 对我们会员频道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 这个 先加入我们的 这个 谈古论金的这个电报群 然后来找我 我可以把它拉到会员群里面去 好 那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先做到这 对我视频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赞分享订阅 想加入我们电报群的朋友 可以加在视频开头跟结尾的QR Code 来加入 想加入会员群的朋友 是吧 先来加入电报群 然后来找老潘 好 祝大家在新的一周好运 是吧 然后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期视频中再会 拜拜 不CU partie 我们下期视频 这里 帮助六集 中文 太 seals MING PAO TORONTO